在日本贴壁纸能挣多钱 今天是翻新房子的第12天 之前这个楼的房顶好像有点漏雨 走到那天棚上都有点发霉了 上午准备把这些不好的石膏板 全部卸也来换成新的 然后再到楼顶重新做一边防水 上面很多铁板都生锈了 在刷防水器之前都要先把生锈的地方抹平 这活的风险系数还挺高 蹭了一小会儿手套都抹漏了 刷油这个活还是挺简单的 先把边边的剪简单单刷一下 之后拿这个大棒子慢慢滚就可以了 我买的这种防水器质量非常好 这次刷完以后15年之内 应该是不用担心漏雨的问题了 这边是生锈还没刷的地方 中间是之前没生锈的地方 另外一边是刚刚刷完的地方 是不是看起来跟新的也差不太多了 对面小楼的脚架也都到位了 后天就可以开始刷外墙了 所有房间里的旧壁纸 基本上也都刷它差不多了 该补逆子的地方也都不好了 今天下午就可以开启贴壁纸的模式了 以前收拾房子的时候 壁纸都是我一个人贴 虽然不是特别专业 但也还算说得过去 因为这次的房间数量有点多 我特意请来了两位 专业贴壁纸的师傅过来帮忙 正常的话 我们三个人用一台壁纸机 是完全不用的 但我担心机器外衣中途 出现什么故障 影响的工期就不好了 所以我特意准备了两台壁纸机 同时坐在 这样就可以确保万无一时了 这栋楼每个房间 加上厨房 走廊和卫生间 大概需要50米左右的壁纸 每个人每天可以贴三个房间 装修工在日本虽然是个蓝领之业 但成熟师傅的收入 其实并不比白领挣得少 我给两位师傅开的工资 是每位每天23000日币 折合人民币是1400块钱一天 我又免得这位小哥二十多岁 每个月光靠贴币纸 就能挣个三四万人民币 也算是我半个老师吧 有些事啊 虽然不是说你努力 就会得到回报的 但是呢 你要是不去努力 是肯定得不到回报的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 今天的艰辛 造就明天的幸福 打工的朋友一起加油吧